国足上一次战胜日本队还要追溯到1998年 比赛开场之后 日本队率先通过战术脚球掀起了波来 邱田松的投球百度造成了中国队门前一片混战 最后 边才也举其示意了进攻方的越来 中国队方面 主教练霍顿继续沿用四次二阵型 谢峰与姚夏组成的右路走廊 也是让对方不敢有丝毫的松劫 中国队的此次脚球机会正是通过姚夏的速度创作 小将吴承英直接将球选向球门 而日本队门将川口能活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 左侧的角球换成了猎豹姚夏来处理 提球绕过前点之后 门前的黎兵机敏的将球碰进了对方的球门 帮助中国队在各场取得了梦放开球 随后 谢峰与姚夏再次在右路形成了串联 后者摆脱防守之后将球传向进去 而对方后卫的不果断也是险些酿成的大作 可惜黎兵最后完成的转身攻门被形成了风波 两分钟之后 日本队沿后场发动快速反击 提球分至右侧之后 中山牙齿面对孙继海的防守将球横敲至中路 不过中田英寿最后的赢球怒射未能踢准过来 中国队随后同样获得了反击几位 马明宇送出的斜长船直接找到了前场的胡云峰 后者面对两名防守队员险些丢失球权 好在提球经过触碰之后由姚夏完成了传中 最后此次进攻由黎兵的投球篇出 以及越位高一转落 日本队算是排出了理论上的最强阵容 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世界杯的比赛磨合战术杂党 比赛第25分钟 向马直柱送出的船中帮助三府之良完成了投球征定 随后明波号的投球征定直接将球权让给了中国队 胡云峰完成转身之后向禁区左侧送出巧妙攻球 可惜朱祺最后的处理未能做好 也算是浪费了一次比较好的进攻机会 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 日本队险些将比分扳平 21岁的钟田英寿相继摆脱了三名中国队队员的防守 不过最后送出的横敲从结果来讲显得有些多余 短短一分钟之后 日本队通过右侧的45度船中再早威胁 皮球在禁区前沿被破坏之后 明波号是是完成的大力远射被门将将军奋力击出 随后 吴承英在防守中缠倒了小将三府之良 日本队也因此获得了边路的任意球机会 明波号主阀的皮球在前点形成了投球攻击 这次又是门将将军完成了一次精彩的突进 上半场临近尾声 日本队在进攻端接连获得机会 尤其是钟田英寿在前场腹地显得非常火焰 这次的停球摆脱让中国队的禁区再次风声鹤唳 日本队随后的角球进攻也是形成了围攻之势 而我们的防线则保持得非常紧密 不会轻易地让对方在禁区内获得机会 由此可见霍顿的这套战术体系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地方 上半场最后是日本队尝试从我们的内部寻找机会 不过事与愿违 我们的防线相互之间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最后对方的此次进攻被迫采用远射的方式来完成 而我们的首发门将又是一米九八的将军 这样一来就能将丢球的风险降到最低 经过霍顿在中场的调整 中国队在下半场换人戏 左侧的船中被门将击出之后 马明宇稍作调整完成的远射未能完全发上了 随后中国队通过谢峰的长船继续寻找机会 胡云峰面对对方的听防在禁区右侧强行完成了攻门 下半场比赛第五分钟 中国队便扩大了领先优势 吴承英在突破之后的攻门被门将打出之后 敌兵顺势将球勾进了球门 这类进球除了队员的发挥之外 还要归功于主教练霍顿的临场应变 短短两分钟之后 小将孙继海带球前插侧动球队的进步 这也是中国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四波攻势 最后马明宇稍作调整完成的远射 添出了门框范围 比赛随后没有出现太多的亮点 直到下半场第31分钟 马明宇在中场完成争抢之后带球推进 随即与吴承英在禁区附近打出了精彩配合 最后对方门将穿口能活的出击犯规 送给了我们点球机会 然而范志毅随后直接将点球踢背 如果中国队能够以3比0的比分战胜对手 那么将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 最终2比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结束 中国队以竞胜球的劣势与冠军失之交臂 所以这次在终3比10人的一些传军